你也不认识 我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不过你愿意跟我相认 我非常高兴 我会负担林志军的医疗费用 算是我为他 做的最后一件事 至于骨髓移植的费用 我不会出一分钱 对不起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你想得到你 当然是他了 你真的不能发ques 很地坚定 parsen jedMan 船尼 你还有一个信息 安薙 那什么信息 来了 喂 找到你哥了吗 没有 你在哭 没有 徐秋言我问你 你哥的病是不是复发了 你怎么知道的 别忘了 我也是医学院毕业的 和你哥是同学 我说得没错吧 来了来了 什么事啊 安娜在吗 不在 我下班回来她就不在 那余总呢 余总在的 进来吧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必要 把真相告诉你们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 我看见林志军 好好地突然不走直到 自己要摔倒了 怎么了 没事吧 活累了 您先跑吧 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点累 我是学医的 她这种病情 发作起来 就是会共济失调 行走会有障碍 我当时只是怀疑 但是听见林志军的妹妹 在电话那头哭 我就诈问了一下 她承认了 那么说 她是因为病了 才有选择消失的 她妹妹是怎么说的 频道我问你 林志军这个病 还有希望治好吗 有希望 要通过传统的骨髓移植 才能治好 但是 要找到何斥的捐赠者 实在是太难了 主要是林志军的血型 和安娜的一样 也缺取梦百姓 那 这个对捐献者有没有伤害啊 我是怕安娜听到了回去 现在骨髓移植非常简单 对捐赠者也没有什么伤害 所以安娜想要捐赠 你们不用担心 只是 现在骨髓移植不像输血那么简单 要经过一百三十八项 严格的配对才算成功 有的人 经过几千万相同的血型配对 都成功不了 所以安娜和林志军 能够配对成功的概率 几乎是零 安娜呀 命怎么这么不好 老陆 我觉得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实的真相 告诉安娜 要是咱们不说的话 万一有一天她知道了 咱们怎么面对啊 是啊 这个林志军 也太不负责任了 什么都不说 就一足了之 可能这中间还有什么引擎吧 这安娜怎么就不接电话呀 你看这孩子又来这一趟 您别着急 我问问格雅 喂 格雅 安娜跟你在一块吗 好 我现在在她家呢 我要跟你们说个事 我现在过去接你们 你十分钟以后下楼 好 格雅刚刚跟安娜通过电话 她说她今晚要去新房住 让格雅去陪她 我先就过去 把他们俩都接过来 行 不过平凡 你见着安娜 先什么也别说 把她先接回家来 我想当着我们的面告诉她 我这样能够放心点 我知道 她昨天就没有吃东西 今天也没有吃 能不能再说点一个两夜啊 你现在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 特别冷 还要厚一点呢 被子麻 那这是发热的反应 不能用营养液 首要的任务是要降温 按起比例 请 妈 到底出什么事了 林志军 她走啊 她在哪儿 安娜 她这回失踪的理由 跟上次一样 她的病没治好 所以她躲了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先知道的 我告诉你妈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徐秋元在哭 我就直接问她 林志军是不是病了 她自己说漏了 林志军这次病得很重 是急性发作 我的血型跟志军是一样的呀 我给他书血 就像上次那样 如果简单的书血就能够有用 我想林志军就不用 躲到马来西亚去了 他的病应该恶性化发展了 现在只剩下 传统的骨髓移植 是一种治疗方法了 那志军还是有救的 之前林志军的父亲 就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骨髓 才会采用这个教授 没有经过临床的治疗方案 我可以给他提供骨髓 虽然你们的血型一样 可是要进行骨髓移植 必须要通过一百三十八项 严格的配对才行 普通血型的概率都是百分之一 你和林志军的机会是零 安娜 林志军不是骗子 他是害怕结婚就你一个人 安娜 你在想什么 你不会是想又去马来吧 爸 妈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不会让他一个人 面对死亡的 我们之所以找你回来 就是担心你听到这个消息 以后受不了 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爸 妈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长大了 让我去做一次勇敢的尝试 林志军太自私了 每次他都想把苦难背在自己的身上 他忘了爱是要分担 分享 就像格雅 明明那么喜欢平凡 却一直说不出口 平凡也觉得格雅是个好女孩 也跨不出心里的那一步 我不是 我为了我追求的爱情 可以奋不顾身 我安娜的爱情 就是绝不放弃 我都骗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她早就牵好了鞋 她要往远 安娜 对不起 她还得多难受啊 她昨天晚上 几乎一夜都没睡 我要绝骨髓给她 这怎么可能啊 谭教授说 要有一百三十八项陪队成功 才有可能 他已经把我哥的数据 转交给了世界医治中心 他说我哥的病 现在只能靠运气和时间赛跑了 我至少有一项是贺格 我身体里就流着你哥的血 首先呢我们要对她进行高分辨的血检 以确认配型是否准确 还有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比如说血肠规 肝肾功能 HIV抗体还有聚细胞病毒 无论是什么检查 现在就做 对了 千万别告诉志军 我到这儿来了 我怕他知道以后 安娜 没问题 安娜 你还好吗 还好 坐了那么久飞机 又抽了那么多血 我怕你身体会不舒服 没事 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怎么手机一直关机呢 对不起 妈 你怎么样啊 你这一路上还好吧 我挺好的 你见到林志军了吗 看到了 他怎么样啊 非常不好 好 安娜 你别哭 妈 这就因为逃婚的事情 他父亲已经跟他 断绝父子关系了 许舅妍以女儿的身份 跟他说了 他也不愿意全力 把救志军的生命 怕放弃志军了 志军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呀 可是安娜 你就算去了 你又能做什么呢 现在能救志军的 只有骨髓配对 我的信心跟他一样 当初他用他的血 救了我的命 现在我要付出 所有的努力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我也要救他 我已经做了检测配对了 虽然希望很渺茫 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爱的人 离开我 却什么都不做 如果骨髓合适的我 我要救志军 妈 你别怕不用怪我 妈 妈 有在听吗 妈支持你 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她爸不要她了 我们管她 安娜 你告诉那边的医院 说费用的事不用担心 你放心 有妈呢 谢谢妈 有什么事 随时跟妈联系 林凡 骨髓移植有危险吗 就现代医学科技来说 捐献人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现在骨髓抽取的方法 就是从血液中 提取一定数量的造血干续胞 所以很安全 没有什么危险 哥呀 你是安娜最好的朋友 他现在特别需要你 你能不能 去马来陪陪他 有你在身边 我也能放心 好 我现在就去办手续 哥呀 余总 还是我去吧 林志军和我是同学 有什么事好沟通 也行 你们两个人 都去陪安娜吧 她现在最需要朋友了 好 平凡 你转告林志军 说 让她别担心 有我们呢 好 好 阿姨再见 叔叔再见 嗯 没意见吧 我支持你的决定 他们把安娜安排在另房里 这样会离我哥稍微近一点 那安娜见过你哥了吗 见过了 我哥也知道 但是我哥一直在昏迷中 这里 安娜 你们怎么睁开 你的妈让我们来的 她不太放心你 林志军怎么样了 她不太好 你妈说 林志军她爸不管他了 说啊 我们管 你妈这么说的时候 我觉得她特高大上 我差点就累奔了 安娜的妈妈真的是这样说的 对啊 你问平凡 是这么说的 她让医生也不用担心 至今现在就在这个病房里 你们先不要进去 我怕我的骨髓 一旦配对成功以后 她知道是我 就不接受了 想什么呢 配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万一呢 说什么时候出结果了吗 教授说 结果应该明天就出来了 骨髓配对 就抽点血就可以了吗 真没想到啊 你们马来西亚的早饭 就吃这些啊 我不是也买包子了吗 我跟你说 太巧了 刚才我们去买包子的时候 那卖包子的 是我们中国陕西的 平凡 刚刚我看教授过去了 你帮我问一下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你自己不敢去啊 我怕不成果 我怕不成果 行 求颜 我们俩去吧 哥呀 你在这儿陪着安娜 行 别担心了 不管是什么结果 你都已经尽力了 好 赶紧吃点东西吧 好 怎么样 结果要下午才能出来 为什么 安娜 你别着急啊 教授说得对 有些人只做了两三个项目 就失败了 没必要再做下去 所以时间短 你这次做了一百多项目 还成功着 说明还是有希望 我还是要再做两个项目 回来啦 回来啦 怎么样了 平方刚才的电话说 他们的骨髓是否配对成功 今天下午就应该有消息 还真是挺紧张的 我也是 这心里边吧 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说实在的 我还真有点矛盾 我真的是 不知道希望他们配对成功好 还是失败好 是啊 是啊 安娜电话 喂 安娜 妈 安娜 怎么了 安娜 安娜你别哭啊 到底怎么样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把电话给赵兵凡吧 余总 奇迹出现了 安娜和林志军的骨髓配对成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怎么样 成功了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捐献者是哪里找到的 是世界医治库刚来的消息 这个捐献者和你的条件完全相符 费用 费用 很高吧 我现在没有能力支付什么费用 这次免费 完全无偿 费用呢 你不用考虑 真的吗 嗯 潘教授 对不起 我不想再治了 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就算你治好了我的病 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也没有脸去见我的爱人了 哥 等你病治好了 我再陪你回去找陆安娜 我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和她的家人 我说过的承诺 统统都没有做到 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你试都还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安娜不会原谅你呢 安娜为你做了那么多 难道你都忘了吗 如果你现在放弃治疗 安娜才不会原谅你呢 哥 中国有句话 叫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我敢保证 等你病治好了 我们就去 争取安娜的原谅 但如果你现在放弃治疗了 你就等于放弃了陆安娜 再说了 裹碎配型成功的概率本来就很低 加上你又是罕见的血腥 能找到合适的捐献者 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是天意 天意 天意不可为 你好 谢谢 谢谢 你右边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来 来 给你多走 那些有哪些骨头一 Як要是儿骨头一样吗 多少骨头一样你召了吗 我费出这一样 本性也就是 CHANNEL 新骨头一样 就没关于 二重骨头一样 EU 哥 你醒了 你上午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饿了呀 我去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 你看 中午紫菜包 你的最爱 你都跑到梦沙去了 对呀 我排了好久的队呢 人特别多 那边还有沙爹 拉茶和椰浆饭 我已经闻到味道了 我曾经说过 要带安娜来这边 一定去那家吃 那你们下次去的时候也把我带着 来 哥 我扶你起来 你吃一口好不好 我不想起来 我头晕 也不饿 我都买回来了 你就好歹吃两口 你也不想起来 所以我暂时别在要吃 我都不想起来 就带我去那家 你那天 放下iv要走 她还是没什么胃口 一直这样不吃东西吗 还是吃了一点的 那就好 安娜 你快回去吧 当心感冒了 俱优妍 她有没有问起过我 没有 徐小姐 林先生刚刚告诉我 她要放弃一切治疗 求严 求求你 哥 对不起 虽然你们都没有提起 这个捐赠者到底是谁 可我心里早就猜到了 这个捐赠者就是卢安娜 哥 你别瞎猜了 真不是卢安娜 对不起 捐赠人的身份需要保密 是因为她怕再有别人要求她捐赠 你别再骗我了 我知道就是安娜 摸杀手死的事 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 我只和安娜说过 她说 就算手术成功了 她也不一定能活多久 她也不一定能活多久 她也没有脸再见安娜 班达 你别想太多了 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我想见她 我还想想其他人 我还想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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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军 你开门 安娜 你别敲了 我哥他一定是反锁了 我去找护士拿钥匙 林志军 你开门哪 亲爱的志军 我依旧在等你 你不要担心 我已经学会了照顾自己 我问了邱颜 去了你曾经生活的地方 还偷偷去了 你说要带我去的地方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我好想要了解 你在这个国家的生活 比如 你是在哪个巷子里长大的 你放学后喜欢走哪条路 你不开心的时候 会去哪里独主 我恨不得走遍整个马来西亚 跟着你的脚步 去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不管前方是风 是雨 还是晴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跟着你 随时随地 如约而至 哪怕赌上一生的运气 哪怕世界并不总会有奇迹 但只要你相信 就会有希望 我只会有希望 亲爱的之君 为了那一份希望 我愿意等待 不管多久 我等彩虹出现在天边 我等窗外繁华盛开 我也在等你 我的爱人 又一天 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 怎么样 新看了吗 秋妍 你怎么了 她现在没在家 试了婚姻呀 什么话也不说 我只是把你的信 放在胸口碰着 没关系 潘教授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他说以我哥 现在的身体状况 如果再拖下去 别说术后的效果了 连能不能挺过 这次手术都难 安娜 我哥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 没关系 我不会放弃的 你恢竟了 我老老的 我说是 我轻易打电子 帮我 你走得好了 你快点找你 我看你 麻烦了 我 uses他的 这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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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怀疑 哥 你醒来 潘教授 潘教授 好 潘教授 一直呢 非常成功 谢谢你 潘教授 你要感谢的人呢 不是我 谢谢你 大夫 和你的约定 等你的原因 我们的心 还要继续坚定 有一切一定 在遇见你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我认真的爱你 我想知道你以前什么样子 你只需要知道 我非常非常爱你 期待永远 一生才协 未知现 我们的心 都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 则别的想念 命运他早就签好了线 他要我们一起相远 嫁给我吧 我的心就变成一遍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到新郎 林志军先生 新娘陆安娜小姐的 结婚典礼现场 及时已至 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上场 您眼前 脑灯 指的声音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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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志军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 林志军 林志军 你知道我在漂流评里写了什么吗 不知道 勇敢的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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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